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母记 国研鱼看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早餐汇报 为什么这个月会有两次早餐汇报呢? 因为又来到了介绍精彩音乐会的特别篇 今天的早餐汇报是开播以来第一次有两位来宾 欢迎指挥家张佳玉老师 跟作曲家汪玉玉老师 大家好 两位老师呢今天要来给我们介绍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 想先跟两位老师聊聊 因为你们都算是横跨儒乐跟西方古典音乐的音乐人 对于国乐团和西方古典乐团音响上的不同 我想你们两个应该会有一些心得 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古典爱乐者粉丝朋友们来讲一下 国乐团有什么这样比较特殊的氛围呢? 对我来说平常大部分都是接触管弦乐团西方乐器的人 在国乐的合奏上面来讲 在声响上面最不一样的是 国乐团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 就是弹播乐器 弹播乐器里面的东西 常常听到的都是比较颗粒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的铲响没有这么的长 但是它的每一个点是很清楚的 国乐器本身跟管弦乐器在乐器的共振上面 音响本来就不是太一样 没有可能去要求国乐的东西去跟管弦乐团是产生一样的共鸣 一样的氛围 可是在音乐的处理上面是一样的要求 不会说因为是国乐 所以我们就少一点点 我们或许没办法要求更多的残响像西方乐器这样 可是当你要求的时候 他们也会尽量的去配合跟做到 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对我来说是比较大的差异 那王老师不知道从作曲家的角度 我后来在写国乐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把它想成为一个音色 其实早期大概是说国乐的作品很简单 它就是一个奇奏的方式 那后来慢慢的台湾的一些创作者 对于国乐这一块的创作数量越来越多 对于一些声响东西的要求就要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你就会想要去表台更多 可能因为受西方演讲演讲演讲的一些影响 那你可能会把所有的编织 你想要把它做完成 但是国乐乐器的一些个性它是比较强烈的 没有办法像西方教授音场那样子这么浓 可是在我们写作上面 可能在音程上面或是杜柱上面 六度七度音程 这是一个旋律 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撑起来 变成一个比较立体的声音 在厚度上面才会产生一个 比较有完整性的 或是说我们学到一些传统音乐的东西 我们把它流入这些学艺里面 然后把它加进去 把它做一些不一样的呈现 那我们想我们应该可以听得出来 国乐跟大家比较熟悉的西方古典音乐的音响 真的有蛮多不同的地方 不管你到底是不是有国乐 身为古典音乐迷呢 应该都来听一下现场的国乐团 在9月13号呢 台湾国乐团它会举办一场非常别致的音乐会 它的名字叫做花样台湾 那我觉得从这个名字来看 其实就非常的特别 花样 哦 sorry 从这个名字就蛮特别的 因为它其实是强调一个 用花来当作主题的音乐会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请王以宇老师 先跟我们聊一下 这场音乐会当初的构想是什么 这场开始的构想 是一个传记的衍生 那这一次我们就以花为主题 那不懂认识的花 或是大家心中想象的花 在这场音乐会里面有不同的作曲家 那他们用所认识台湾里面所有的花 做一个呈现这样子 那因为这次全部的曲都是用花来当主题 那不知道张嘉远老师收到这个音乐会邀请的时候 你看到这样的安排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被通知说这整场都是花的时候 那当然我知道它的主题很明显的 这里面就包含了有杜鹃花 兰花草 在我们的专辑里面就有很多的各式各样的花 其实花朵本身并没有办法做比较 你比较漂亮或是我比较漂亮 每一种花代表的东西是各自独立的个体 那至于你要怎么去把它背后的意思呈现出来 我在诠释这个音乐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个花 他们自己本身是不会争取豆面的 因为他们没有那种人的意象 可是每一个人有它独立的特性 我们只是说在音乐里面 我希望把它呈现出来 让听众可以感受得到 每一种花所要传达出来的可能意象 透过音乐让观众去体会 我觉得花这个主题也蛮有趣 因为比如说有一些音乐 它虽然是标题音乐 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到过那个现场 对于观众的眼 可能距离会比较遥远 可是像这些花 基本上都是生活在我们的周遭 我们都会看到 所以其实好像会是一个观众 比较容易接触的主题 王宇老师写的这个繁花族曲 里面有包含了很多种花 我不知道你那时候 是怎么样去挑选这样的素材 我在构想的时候 本来是想说写一朵花 我没有想到说 我今天写的第一个是供应 第二个是供应 或者是什么 我把它想是一个 我对于人生当中里面 我可能想像是 我所面对到 我所接触到的 我所想像的一个想法 或是一个感受的东西 当我把它写完之后 当我去把所有的花摊开来 看出来看的时候 很直觉性的去看这一朵花 跟我的音乐的想法 是不是能结合在一起 这一朵花可能是一个影射 大家看到那个普攻音这样散开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所有的事情 就像台湾一线 可能很多美好的事情 你很直说在这个里面 可是是上去那里是他那里 像什么就没有 可能心里会很感叹那些东西 但是你所接受到 在对于人生的一些想法 在这个里面 或许有些人可以感受到 那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做一个创作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来听这音乐会 也不要被这个标题给限制住了 背后可能 不管是作曲家或指挥家 他们都有更多延伸的想法 这个音乐会 本来之前是有一张专辑 这个专辑已经录制好了 那不知道说录制这专辑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趣事吗 录音趣事 不会太多 辛苦很多 录音的过程 我相信 凡是录过音的人都知道 除了很大阵仗的 每一个人的座位旁边铺满了线 每一个人旁边都是麦克风 你站起来可能头就撞到 麦克风歪了以后 我们就马上要调 跟平常台电的状况是很不一样 跟演出的状况很不一样 大概不能发生太多的趣事 因为一发生了趣事以后 我们就要整个重录 但是整个的过程 我是一个客席指挥 我看到的是职业乐团 团员的配合度跟专业 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必须要录完所有的曲子 那个的压力 我必须要很强调 那个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这一次的录音当中 我们还录了一个 编织相当大的 叫做《花样难营》 那个是包含了合唱团 跟满边的国乐团 因为有了更多人的加入 你时间的控制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人越多越容易犯错 只要有一个人犯错 那基本上被听见了 那我们就必须要重录 不是只能重录一个小节 我们就整段要重录 所以当下整个录音的过程 压力是大的 那这一次录音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作曲家也都能配合 在过程当中 也给予宝贵的意见 让它能够变成一张非常好 可听性很高的专辑 除了现场之外 也可以把专辑带回家 继续回味这样子 最后可不可以请两个老师 针对这个花样报导音乐会 和想来听的粉丝朋友们 说几句话 非常期待 各位来欣赏我们 9月3号的这场音乐会 大家可以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里面 听到每一个作曲家 还有我们每一位乐团的老师 还有我们指会 来做这样的非常完美的诠释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共享 我们除了会有部分 布置全部 如果全部的话 你就不会买CD了 我们会有部分CD里面的选曲 在国家音乐厅上面演出之外 我们还有仪玉老师 另外一首世界首演的陆寒秀老师的诗 请了蒋启珍 蒋老师 女高音 一起来做同台演出 那还有一首也是世界首演 非常年轻的作曲家李嘉宁 李老师 他创作的花样宝导 这一首曲子 欢迎大家在9月13号 中秋节当天 国家音乐厅晚上7点半 来欣赏这场音乐会 透过两位老师的介绍 应该可以感受到 这场音乐会是充满的 芬芳感 期待在音乐厅见到大家咯 那么母记早餐汇报特别篇 下次再见咯